求法在古代的时候要背着干粮 大家看过《灭了日八》大师传记的话 知道为法要捐缺 为法要行苦行 为法要放下很多的东西 你只要有这一点诚心 那么就才能相应 大家要修秘法 秘法叫瑜伽 现在的瑜伽就是柔体运动 就是体操运动 是自己的肢体柔软的运动 这是错误的 这是全球瑜伽术的一个道用 我们可以称之为道用 那么真正的瑜伽在翻译成中文叫相应 或者相应或者相气 气是气和 古代的一个兵符两面 他把一块玉弓弄碎两面 然后谁拿着一面 这个远方的将军拿着一面 那一面在皇帝那 然后皇帝的命令来 传皇帝命令这个人必须出示另一半的玉伏 然后因为它是随机断的 不是说可以仿造的 那么对上了 这个就叫相气 相应和 叫相应 那么这个就是大手印的这个来历 什么叫印 印就是相付啊 相气啊 你跟谁气和 跟谁印和 跟谁相应啊 我们今天学佛呢 这个 通过这个上千年的这个传承 现在形式化的东西过分了 真实的东西丢失了 这个上师相应法虽然好 但是大家以为只有这一个上师相应 迷信这个上师就可以成佛 供养这个上师就可以成佛 这丢失了大手印啊 为什么我们这次专讲大手印来讲 这个相应相气 这个相符合 那你跟谁相应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跟别人相应 那你是别人的奴隶 你丢失了自己的真我 丢失了自己的大手印 丢失了自己的发身 那这个是迷信 个人崇拜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去掉形式化的东西 那么直传 密钥核心 是要把这种清规 这个外表的东西啊 给大家打破 打破的目的是什么 让你回去 让你回去跟你自己的那个真我 那个发身去相应相气 相应和 所以说大家是以相求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我们虽然修秘法 但是要从金刚经 金刚经是干什么 就要能断啊 能催啊 锐利啊 把这些邪魔外道的东西 马上就显形了 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密法 存在着大量的漏洗 导致着很多人走入了迷信的怪圈 走到个人迷信 个人崇拜的这个怪圈 而丢失了自己本我的这个真性 也就是说 如法上师太少了 装模作样的人太多了 结果这些装模作样的人 自身为上师 实际上 没有真正的正量 那就误导了群生 耽误了 真实要寄身解脱 寄身成佛的一大批的 真修实练的佛子 所以说我们没有要大家 去学密了日巴大师 那样去求法 但是你们至少 拿出一点诚心诚意来 有的人这个怪罪 说为什么不在新加坡 我们大部分学员 还都是新加坡 为什么老师不在新加坡 讲这堂课 你这个话一说 你就要忏悔 你我慢增长得不得了 你为求法走这么一点路 就埋怨 这么贵重的东西 凭什么给你 你以为交了那点臭钱 那点学费 就可以学到这些东西吧 我没有用了 我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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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 我再说 我先说 你这个东西 在我的买 你许你 这是了 我先说